鐵門被拉下沒有營業現場還拉起封鎖線 仔細看上面還有被大火燒過的痕跡 位在南投路骨清水郵局 二十六日遭人持刀搶劫還縱火 裡面的物品全都扶植一具 不過一人郵局容易成為槍廢的下手目標 後續應對措施還要和警方奪方合作 而綜合的黃姓嫌犯二十七號上午 已經被移送 地人開庭裁定收押 警方調查證明黃姓嫌犯 跟家人關係並不太好 三年多前就已經離開家 案發前進入幼兒園 平時為人低調 也跟附近鄰居毫無交集 證明黃姓嫌犯疑是因為投資失利 遣下大筆債務 才會心生歹念搶郵局 但最後狼狽落網 二十七號上午被院檢聯合收押 接下來警方還要追查這起搶案 還有沒有其他共犯或是幕後常進人 靜新聞圈 您邱平一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